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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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清静于丹实地 功德圆满上属佛子身 使受使用 使而专严 请我心安 敌礼 妙吉祥 Om 阿拉伯子 具备如意圣灰之华光 消尽我心于痴之黑暗 佛与论论论之义 而是初会变成像 波日波罗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神波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欲皆空 度一切苦恶 设例子 色不亦空 色不亦空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色例子 是诸法空下 不生不灭 不够 不净 不真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言而彼时生意 无是身相畏处法 无言见 乃至无一世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境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即 无苦其面大 无知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菩萨萨多 亦波日波罗密多故 心无怪 无怪 无怪 无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念盘 三世诸佛 以波日波罗密多故 得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故知 波日波罗密多 世大神咒 世大明咒 世无善咒 世无等等咒 能出一切苦 真实故虚 故说 波日波罗密多咒 七首周约 结地结地 波罗路相结地 毋提撒不合 启民四周日月所专业 妙香 片屠花上知大地 果如佛图我乐具公扬 愿主友情共享此尽 好 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就是可以说是特别的开心了 对 还是跟大家分享这么殊胜的一个中观的教谛 有了这样的一个机缘真的发自内心 非常的开心 那我也是希望 但是我们过去自己受过的这么多长时间的受过的教育 希望能够传给当地的人 这是我们自己的盼望 那还有在这个佛德教育聚会 他们也就是请法 对 在这里就是三年规划 计划就是在这里创法 所以我就是自己选择跟他们讲 应该是月称菩萨诸咒的入中论 应该是这个是不容易的焦点 所以呢 我选择这个中观 入中论的就是论点 所以给大家三年期间就是 我愿意就是给大家尽量就是分享 反正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这样呢 中观这个入中论的话 它非常非常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论点 那我们就是也许我一般人的习惯 一般人的看法非常的了解 我来台湾十五年多了 入计水属嘛 所以我们台湾人的个学非常的了解 那有些人呢 看到了一个怀抱 或者是广告的时候 哇 那就是有了如诸论的课 那去散学 非常好 所以讲空性啊 缘起啊 空这界等等 所以这个是 一开始就抱着一个心性满满 所以呢 不久了不了了之 所以孝生逆境也许会这样子 一般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子 一开始是非常积极的 那久了以后就是慢慢慢慢就是淡 淡没了 所以信心就衰退了 所以我个人的习惯 个人的就是一个教导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不太喜欢讲很快的 吵吵吵吵吵的家乡去 我没有这种习惯 所以我就是一句一字 一定要清晰之后告诉大家 不仅仅是这个把它的内容 我们就是一定要空中摇一摇而已 所以一定要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去使用才有就是帮助的 对 所以呢 大家就是 从今天就是一定要改进 一定要改善自己的情绪都念 我从今天起三年期间 为学完之前 事不罢休 要有这样的一个诺言 或者是一个经历的信心的话 那就是这个可以学完成了 不然的话遇到一点点困难的时候 马上就退学啊 还是就是采采了懈怠 那这样呢 没有什么结果的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如中论的 它就是内容来讲的话 平常我们讲大波日经 大波日经是无数的 可以说是采采摩尼佛宣说了 帮忙四千个凡门 我们平常口头上就是 滔滔不绝讲 啊 宣说了帮忙四千个凡门 帮忙四千个凡门的内容是什么 他这个里面所谈到的 精华信耀是什么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相对我们追求幸福者 追求就是一个佛格者来讲的话 所以有了一个三组特点 对 所以中光就是本事是一个空性的意思 中光界它包含了中光 光就是一个观察的 抉择具有抉择的能力者 所以呢 中光就是一个空性格空性界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存在的 那么这样的话 在采采摩尼佛所宣说了 属于第二转法律的内容 他指尖所宣说的 所有一切的 指尖学说的内容 都是他清楚解释出 所以呢 反正就是我们国人的面 那个世人的面前来 所以这个就是龙树来到人间 他就是把所有 释迦牟尼佛指尖跟尖尖所宣说的 所有一切的 对众生有利的 这种的法 法脉都是一个 解释出来 著作了中光理据六论 这个当中六个论当中 最主要的就是中光根本会论 中光根本会论的主要的 最主要的解释 是一个原成著作的入中论 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个论点 虽然中光入中论的解释的论点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为什么选择他寄送 当然是讲法者来讲 讲尽数只是讲依靠尽数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一个字一句话的包含 是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学法者来讲的话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样子 但是不那么容易的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 我给大家讲的就是 学中光三年 如果你就是学到的东西 学以致用 尽量尽自己力所能力 去学以致用的话 肯定会三年期间 你就变就完全 玩玩玩不如之前 就是你就是进步了 就会进步了 得到了很多的心得 这个是肯定的 对 那第二点就是 我在哪里 开始 我给大家就是注意的地方 我给大家讲的就是 一些的问题 那什么有些问题的是 哪一种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学佛者 一开始把佛法 不要当成神神道道的话 这是非常非常的 一个不利的事情 佛法本身是一个灵性 完全不是一个明性的 世尊所宣说的所有的法 都是一个事实的情况 告诉我们的 他与中心常的告诉我们 自己也之前跟我们一样的 他是一个反复 他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使用了这些的佛法的内容 他终于达到了 人贴的离记的对境 他今天变成为这样的一个 殊胜的人物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所修了这个法 这种法也有能力 这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口中上讲说 佛法是很神秘的 非常非常的神秘的 你求他 就是你从那里得到了 很多的加持 那就改变了你的生活 改变了你的神秘的样子 所以很多人就是 抱着这样的一个欲望 去学佛 这是对我们来讲不利的 不是这样子 世尊告诉我们的就是 众生非以随喜罪 非以守处众生苦 这是世尊他讲的 这是非常明显的 你看我们就是大部分人 都是一个已经成年 或者是成熟的人 差不多三十一岁 三十岁以上的人 那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为止 你接触过多少 你受过了到时候 多少的教育 利用这样的一个知识 有没有改善你的心态 有没有进步你的精神 精神上的 对 这些都是一定要我们 就是好好的和联一下 如果过去受过很多的教育 到现在为止 依然 就是问题依然存在的 一点进步都没有了 还是现在越来越麻烦的感觉 那这样的话 你过去受过的这些的教育 也许有两种问题 一个是不是不是正确的 第二个是你不会实用 这个问题在于我们的心中 不在于外来的热热的身上 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 对 那第二点就是 学佛的时候 你所学到的佛法的知识 跟逻辑 哲学 各方面的这些的道理 它自自然而就是纠正你 你懂了以后 就是自自然而纠正你 这个是不如之一的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不断地学 不断地学 博学多文 听到的内容 反复地去思维 真实上的考虑 那这样的话 你得到获得了很多的知识 这个知识就自然就纠正你 改善你 这个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有些地方 我们一定要 勇敢地去面对的一些的地方 对这些都是一定要勇敢 对于菩萨的行 还有就是大成就他们 他们教育当中所提到的一些的 我们如何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任何的问题 这些都是他们讲得很清楚 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尽自己 令所能力去改善自己 总的来讲的话 修行实戒就是一个培养自己良好的习惯 断除了不良的习惯 这个简单来讲 这个叫做一个实修实戒 那不然的话 我们流于行事 尤其是现在 而这五周二世的时代的众生 看法是什么 应该是比较喜欢日之闹闹的 对 所以你就是身体上的 或者嘴巴上的一些 你以为就是这样做出来 以为是实修实戒 根本不是 你这样的实修 不能趋下于烦恼跟所知战的对质 这样的话不算是一个实修实戒 虽然既然说是一个累积的 有一点点福德质量 没有错的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有效的实修 不是一个实修 上上车的实修的方式 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我们就是学习的这个 上个小时 这是我跟你们讲 我一开始 佛道教育局后的执行长 或者大地话跟我讲说 希望在这里上课 我一开始就跟他讲说 提出一个建议 我跟他讲说 如果你们提解两个小时的话 我愿意 上个小时我就是不单一的 没办法的 原因是什么 我虽然不是不想讲 但是我现在课程太多了 所以每个礼拜 讲了十几个小时 上到红楼 所以有时候保护自己的红楼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卡住了 讲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透过翻译的时候 所以一两个小时 指尖一直不断地讲的时候 确实伤到红楼 所以这样的原因 就是我跟他们讲 我就是上两个小时 你们可以的话 就是我愿意 那后来就是他们 就是我们董事长 或者执行长 还有三个人来 就是在中心跟我讲 很多很多的规划 那后来我不忍心了 所以我就是 那我就是接受三个 那个三个小时 但是两个小时讲 一个小时我跟学生互动 这个也是好的 比如说我们两个小时 所上课的内容 都是一个小时 就是互相互动一下 有没有了解 还是疑点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是答问题回答 这个也是不错的 大概就是这样比较好的 那第二个就是 不需要透过翻译 所以对你们来讲 比较方便的 但是我不能说 我的正确是我的口音 就是是比标准 但是有些地方 也许会语言不详 确实这样的话 请你们多多包含 所以这个时候 我并不能保证 说我所提到的 都是非常精髓的 非常气息的 我不能这样讲的 我是外国人嘛 我们班上一个同学会藏文 会翻译也会讲 我们班上一个同学 会翻译也会讲 也许正在讲藏文说 他不听不懂 OK 如果需要他来认识的话 可以其他 不用了 我不用需要翻译了 对 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比较轻松的 慢慢的学 你们也就是 确实一定要改进自己的动静 对 那我们举例 主要的举例来讲的话 我们所学的内容 他的内容 我们如何去争取佛法的知识跟智慧 这个是世间的 我们争取世界的知识跟智慧 同样的方式 不同的是深入前所的差别 不同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去上学 授课的时候 所以从老师那里得到了 老师拥有的知识 对不对 那一模一样的 我们也是依靠这种的论点 慢慢的学 所以从过去的佛 还有就是菩萨他们所修的 他们用意 他们使用的 这种的智慧跟见解 我们从那里就可以得到了 这是真正的一个得到佛 诸佛菩萨的加持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什么加持的 对不对 所以宝贫放在头顶上 你觉得是这个得到加持 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加持就是透有 所以呢 文师修的上会 方面就是心里得到了一些的 心得 这个是真正的加持 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对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 最好的就是阿底下春泽所说的 要有就是最好的情形动念 就是我学中光 中论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得到成佛 有这样的一个希望 动机来就是学习的话 那就是你听课的过程当中所累积的 所有一切的上法 都是变成为你自己将来得到成佛的因素 这是非常好的 这是一个属于是达成的资料 那第二中等的动机的话 希望能够解脱轮回 我为了解脱轮回而去学中光 要有这样的动机也是中德的动机 没有错的 第三个就是 我为了下一辈子再得到人天古报而去学习 一定要有这三种任意要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来去学习中光 这是才有好处的吧 对不对 动机方面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 我们就是介绍一下 比如说中光 这个说法就是释迦牟尼佛 当然是以前是跟我们一样的 他也是透过 所以很长时间 还有就是累积了圆满三大十七节之俩 而成佛的 成佛之后他宣说了 半华四千个法门当中 主要的就是属于中转法轮 大波日经的 所以所有一切大波日经的内涵 它是指尖所宣说的 所有一切的内涵 都是归难为中光根本汇论当中 中光根本汇论是龙树著作的 那阅称依于中光根本汇论而解释 作作了入中论 就是这个是一个 我们传承来源大概就是这样 简单来讲的话 那龙树是释迦牟尼佛念牌 实现念盘四百年后左右 就是来到人间 对就是这样 所以呢 中光理据六论当中 中光根本汇论是总 主要的 为主 那所以入中论就是依靠 中光根本汇论而解释 做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部论的非常非常的殊胜 对 那所以你学了这个的话 才能够理解空性跟缘起 缘起是什么 空性是什么 那了解空性了之后 对自己生活 对自己生生世世 有什么好处 有利可土 就是这个是你妈妈就理解了 现在我们就不了解了 对 所以呢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学以至有 不要流云行事 流云行事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事情 对 这是看起来我们修行人的样子 但是你没有真正 内心没有去真正去实修的话 那这个是叫做一个流云行事 那平常我们念的也是如此 你看看 我们就平常念 无上生生为妙法 百千万千拿遭遇 我经济为得 得受持 愿解如来 真是愿 为什么说 无上生生为妙法 百千万千拿遭遇 那我们一般人想象当初的话 没有什么 很难遇到 对不对 台湾有这么多的重心 你认识一个喇嘛 或者是上师和尚 所以跟随他听了一些的 对不对 大家一起共修啊 你就是以 你的止于道夫正方 很多人这么认识 所以那个就是你嘴巴捏的 跟你自己的内心的认知 完全被道指的 无上生生为妙法 百千万千拿遭遇 真的你有福报 福报的话 才你的心跟佛法相依 这样的才叫做一个治愈佛法 不是说我认识某某人 我跟随他 念了几个 几种的遗鬼啊 我就是 心里就是有相细啊 这不算是一个真正的 治愈证法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 开始讲吧 不要唠叨太多吧 好 那再来就是精颂的 他的 精颂的 先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 对 入中论 那先跟大家讲的就是 入 还有中 论 对 中论 这三个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你们应该是下次来的时候 带了一本 其他的那个本质 你写在这个上面 这个比较好的 所以 这个是一句话的内容 包含了很多 我慢慢的讲 尽量讲 所以呢 你们写在这个上面 就是还是模糊的 对 那第一个 入的话 这是我们概念上 入就是一定要入什么 入门啊 对不对 入门啊 还有很多入 所入的地方 那这个入中论的意思说 他入了中论的意思 对 他本身是 月成菩萨所造的 入中论 他本身是 为什么他的名词上讲了 入中论 他入了谁 入于中观根本会论 所以呢 叫做入中论 那入中观根本会论的方式 有两种 透过深圣与管大二执的方面 入中观根本会论 所以这两个一定要知道 那入的意思是 他一个形容词而已 他不是说 我就是入这个门 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 月成论是他做作了 入中论的时候 他依靠着中观根本会论 而解释出来 加以扩充 他详细地解释出来的时候 他主要的就是 依于中观根本会论 而解释 释迦牟尼佛 宗族法律的所有的内容 这样的原因就是 他入 形容词就是入的意思 入就是依赖者 依靠者 就是这个意思 入中观根本会论 那入中论的名词上面的中论是谁 就是中观根本会论 入中论 名词上面的中论 是不是一个入中论 他自己本身 不然的话 这个是话有问题的 比如说你看这个里面 入中论 入于谁 入于中观根本会论 所以呢 入中观根本会论的中论 所以呢 称它为入中论 知道吗 这是一定要第一个 名词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那中观的 直接问你说 中观是什么 问你的时候 中观就是空性 与空性界 两个都可以 从两个角度来可以解释的 中观 你看中 中就是一个中间的意思 中就是中间的意思 中是非常好的 对不对 比如说中观 中观的这个中的意思说 远离缠断连边的中观 你看远离缠断连边 远离就是它远离了 它不足以缠边 又不足以断边 所以呢 它就是安住在中间 所以呢 它就是叫做一个中观 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远离缠断连边的中观 正界 就是一个间界 那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了很多问题 第一个 中观是模糊的 空性是模糊的 对不对 虽然远离缠断连边 那远离缠断 缠边是什么 断边是什么 又出了问题 那为什么远离缠边和断边呢 又有问题 那安住与中观 那我们就是加了一个形容词 安住 安住与中间 那安住是怎么去安住的 对不对 那你看我们教育的方式 我跟你们讲 哇 就是大悲心 菩提心 菩萨心 是功德无量无边 永远都是这样的 那就是空性 就是非常的殊胜的 释迦牟尼佛中作法律当中 提到的 非常的不可思量 思量的一个功德 一直听一直听下去 你自己内心没有 了解的 真正没有了解的时候 你就不能使用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只是一个背下来一些的名词 名像而已 但是你就心里没办法得到一个正确的智慧 这个就是一个学习方式 翻面 还是有我们就是出了很多问题的地方 那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 入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依靠 就是这样子就想就可以了 入中论 所谓入中论的中论是谁 中观根本会论 中观根本会论 他成他为就是一个中论 他没有加了一个入的词 知道吗 比如龙树菩萨作作的中观根本会论的话 他只是讲中论 而且中观根本会论 长的名字就是这个 短的名字的话中论 那中论的话 你就是经典跟论带当中 论带当中提到的中论 中论 你用了这样的中论的时候 确实这个是中观根本会论的意思 入中论的话 一定要加了前面入这个词 不然的话就是搞错了 我刚才前面讲的 你们知道吗 世尊失线念盘 四百年后 龙树来到人间 当时在当地印度的话 我们大乘佛法的名字都大然无存的 没有了 小乘逆境了 龙树在这个事件上 我们他就是开始 世尊注使的当时 他宣说的宗族法律的内容 透由无数的真理来制定下来 他宣说了 所以这么多的法门 对当中的最主要的论点就是中观根本会论 中观根本会论的主要的他所讲的 对他的内容就是一个空性 大波罗集的之间的 大波罗集的之间的所权 空性的内容 所以他依于中观根本会论的话 依靠宗族法律之间的所权 而宣说了 作作的就是中观根本会论 所以中论的话就是中观根本会论 中观根本会论的中观是谁 就是空性 你看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名词 知道吗 那你们了解吗 龙树著作的中观根本会论的中论 这个所谓的中论的这个词 中观的意思 中的意思是什么 空性的意思 对他的中观就是空性的意思 那入中论 所谓的入中论当中的名词入中 这个中论是谁 是一个中观根本会论 它不是一个空性 了解吗 这两个就是名词上的中 就是一定要了解 对 那再说一次 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限制 所以就跟大家讲一下 中观根本会论是谁作作的 龙树著作的 它谁的解释的论底 大波尔经的解释论底 大波尔经所权有两个 指间的所权跟间间的所权有两个 指间的所权就是他的所讲的内容 大波尔经指间所讲的内容都是一个空性 平常我们所讲的空性 那空性 这个是龙树依靠大波尔经而详细的解释 空性 这个是作作的中观根本后论 对不对 那所以中观根本后论的中 中观的意思就是空性的意思 对 它透有无数的真理来清楚解释空性 所以这个论点就是中论就是一个 中论的中就是一个中观就是一个空性的意思 再来后来中观根本后论也是非常的深奥的 自治都是一个聚集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深奥 所以我们时代一代代就是改变的时候 那众生的根气越来越就是有一点点 对吗 不是越来越利吗 但是烦恼就是越来越厉害了 对不对 烦恼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平时讲的五周 五周二世就是这个 众生走 烦恼走 时间走 为什么走 所以如意财神 如意现实 强烈的现实 蒙类的现实的时代 烦恼蒙类的现实的时代 所以叫做一个烦恼走 很容易现实 容易产生 就是这个 那么所以 越成菩萨做出了入中论的时候 入中论 依靠着中观根本后论 入于中观根本后论 而解释了中观根本后论所讲的内容 这样的时候 所以入中论的中论 就是一个中观根本后论 知道吗 这个名字大家一定要知道 OK 那入中论 加了一个论 为什么加论呢 他著作者不是一个佛 他著作者一个众神 或者属于是菩萨 那除了佛之外的 其他的菩萨 阿罗汉他们著作的 所有的都是叫做一个论 不叫一个经 经跟论的差别 它是一个著作者 是佛与佛 是佛或者是不是佛 对就是这两个的差别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论谍跟经谍的差别 经谍都是佛宣说的 论谍都是一个出了 还没有成佛之前的 佛菩萨 阿罗汉 高僧大德 他们宣说的法门 就是叫这个论 这两个的差别 就是这个 OK 入中论 那再来 这个当中 我跟你们讲的就是 中观 这个是我跟你们 还是讲一点点 这样的话 下面有 我们可以详细的告诉大家 这样的话 你们越来越 就是清楚了解 对 远离缠断编 就是远离就是什么 离开嘛 对不对 那离开什么 缠编是什么呢 缠编就是 自细有 地势有 地势存在 自细成立 这个就是一个缠编 断编是什么 无自信就不存在 无地势就不存在 这个叫做一个断编 那所有一切法 都是远离 这恶者 所有一切法 都是远离恶者 原因是什么 所有一切法 都不是一个 自续成立 远离自信 对不对 远离自信成立 那一切法 都是无自信 自信不成立 也是 还是不必不存在 还是存在 所以呢 它就是远离 缠编跟断编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 直接跟你们讲的话 你是自信成立吗 不是 为什么呢 我是缘起之骨 因为是我缘起之骨 缘起跟自信成立 是完全敌对的 完全相伪的法 对不对 那因为我是一个缘起 所以我是不是自信成立的 那自信成立的意思是什么 自信成立的意思 不需要依赖 任何其他的法 能从自己方面 成立了一个 当独个体的一个法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自信成立 实际上这个法 就根本不存在的 而所以这样讲的话 很多人就是无法接受的 原因是什么 我们反复的话 烦恼的诱惑太大了 尤其是 恶我指的影响更深了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为止 一直不断地窜息 烦恼 恶我指 所以我们受了 恶我指的影响 确实是 负面的想法 谈情情迈 任何等等烦恼的影响 污染 就是渗透了 骨子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六根式也好 所有的心事希望都是 一看到任何东西 是神想会出发 任何的东西 一写写出任何的东西来说 我们自自然就写出 自信有的 地是成立的 这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你们就是临受不到 确实临受不到 只是你听听 那你听完 差不多中论学了 一年之后你才感受到 为什么我们反复众生 自自然然有这样的一个 自细成立 地是成立的显现 所以明显的 现在就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简单我们就是 讲了远离 远离缠断 二边 就是这个讲的话 一定要讲 对不对 远离 远离就是缠边跟断边 实际上缠边跟断边 是实际上不存在的 但是像对我们反复的认知来讲的话 还是存在的样子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你昨天做噩梦 对不对 做噩梦 那下次人 对不对 半夜就醒过来 醒过来之后 马上就说了一口气 说这个是不是真的 但是你做梦的当下 还没有醒过来之后 之前你梦里 你确认说 这个不是真正的 这个是梦的 你可以别人出来吗 不可能的吧 当下你把它当作一个真实来看待 所以呢 它已经生出恐惧来了 那这个是证明是我们做梦的时间比较长 比较短的 那你就是半夜醒过来 或者早上醒过来之后 马上就看透了 这个是假的了 所以说了一口气 现在我们自细有的闲选 跟自细有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就是现在还是正在做梦 知道吗 你不管是我跟你讲什么 你就提不下去了 原因是什么 你现在还是做梦 确实如此 对 那所以呢 梦中 这种的梦中 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在圣天布上 中观四百六当中提到的 你真的是通达无我的那一刻 你就是醒过来的 对不对 通达无我 不是就是遥不可及的 你们不用怕了 通达无我 就是不是遥不可及的 它就可以我们付出多一点 能力去认真去这样的思维 学习实修的话 就能得到的 就不需要通达无我 得到通达无我的 只不需要 不需要透过入道 或者是实修大乘法 或者小阿罗汉什么 根本不需要的 未入道之前 就可以通达无我的 知道吗 所以我们平时讲的 列记了福德质量 跟智慧质量 两个方面 我们平时强调的 那你看布施只剑 人肉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 属于是福德质量 那智慧的话 我们在心机里面 谈到的就是 一波尔波罗蜜多 心无怪无怪 无由恐怖远离 当颠倒梦想 究竟年盼 这个里面所谈到的 一波尔波罗蜜多 就是通达空性的智慧 那施罪也告诉我们 你心里完全一直通达 无我之的话 你就能远离一切的恐恼 一切的恐惧 一切的颠倒 那现在很多的地方 我们自己颠倒的地方 我们自己认不出来 我是颠倒的 还是我永远都是 重蹈覆辙 讲错就错 反正就是我们 习以为常的地方太多了 对 所以远离常断连边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常是 常边是什么 常是什么 这个不要把它当做一个 我们平常讲的 常法跟无常法 根本不是 这个常边 不是常法跟无常法 当中的常法 这个常边就是说 我们透有自己颠倒的思想 加油填处的成分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你就是认为是存在的 就是制造出来的 这个叫做一个常边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 另外一个举一个例子来讲 正是你们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做梦的当下 你看到了一个一头大象 肯定会你在内心 产生的恐惧 一头大象 看到了一头大象 所以当时你试试思维一下 你为什么梦是 他确认了 他是一个一头大象 你梦中在内心的分别 颠倒的分别 把它作为一个 虽然它是一个显现 分别的显现而已 他把这个显现 把它当做一个真实来看待的时候 才让你产生恐惧 你想想看 所以你醒过来之后就看穿了 不是真的 知道吗 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所以 自信有的 地是存在的 这些的显现 每个人心中 习惯非常的深厚的 确实确实非常深厚的 对 平常我们讲的 冰冻三尺 非日之寒 确实就像阿拉斯加的冰床一样的 喜马拉雅山的冰床一样的 所以 阳光一照 就是没办法融化掉了 非常的深厚的 所以 大家就是一定要知道 如何去 实修事件 对不对 那有些地方 有些人一个错误的概念 原因是什么 实修事件 就是应该是 一定要有穿了一个法衣 对不对 类似比较相似的 在家居士的 或者什么 一定要找这样的衣服 山上有带一个配备 所以 发气 转金轮 拿着转金轮 带了一个念珠 对不对 山上又带了奇怪怪的 这些的东西 那就是一定要念了 然后放在前面 就摆了一个 就是仪轨 那就是 就是念一念 你以为就是 这个是实修事件 虽然不是说 我就排斥 不是说不是 但是这个也是 还是我们实修的 一个一部分 所以它是一个条件 并不是这个实修的核心 你想想看 世尊的想法 名义是什么 它自己达到了 这样救济的境界的时候 它把自己内心的 所有一切的知识 希望能够传扬扬 传给所有的一切众生 但是它也讲到的 就是众生 谁以非 那个众生 那个 谁以非 那个众生罪 对不对 没办法用谁来 洗众生的罪 那没办法 我自己得到的 这样的 这么殊胜的一个 甘露般的知识 功德 都是没办法 直接装给你 就是世尊讲的 那如何去使用 它唯一的就是 我跟你们教导 你们一定要按照 这个里面的 所说的去听为思维 尽自己令所能够 去实修世界的话 终于你们也是跟 就变成跟我一样的 那但是我们永生之年 不能变成为 就像四尊量师父一样的话 还是我们永生之年 就是比以前不一样的 变成为一个善良的 变成为一个真正的 护道劳使者 变成为真正的一个实修者 这样子也不错吧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如果你一个德国缺国的 一个想法 昏昏恶恶的过日子的话 真的是完全是一个 摧毁了自己想法人生 那份乐 再也我们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人生 是真的很难说的 你想想看 你下一辈子得到 想法人生付出多少 需要什么样的前提 具足了什么样的因素 才能够得到 下一辈子人贴国报 这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 一定要好好的去学习 对 刚才我们前面讲 学到的东西 都是一定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是说你现在念一念 也一定要他的结果 推到了下一辈子 我希望能够 到下一辈子 就是由阿弥陀佛来接迎接我 我就投身到阿弥陀佛 尽头去了 这个是你先先看 今生你怎么样 修的怎么样 你的福报怎么样 你的心态如何 你就可以看得到 平常我们讲 欲止千世因 尽舍守之事 欲止来世国 尽身作之事 这是讲的英国的道理 非常的准确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 就是照顾自己 是义不容辞的 对不对 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 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心 照顾自己的其他的众生 而且照顾自己的家人 是我们真的是 箭板上的义务 每个人义不容辞的 那如何去照顾 如何去让家人平安 无事 让身旁的人得到快乐 所以关于这个部分 就模糊了 就是我们反复就是 常常都就是 发生很多事情的原因 肯定主要的来自于 就是我们的心中 思想不对的 这些都是透游学习佛法 所以呢 用佛法的智力 用佛法的智慧 跟见解来就是 对峙我们自己心中 不正确的看法 这个叫做一个纠正 道真 这是非常 肯定有佛法 有救度众生的能力 这是大家一定要相信 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 那如何救度众生的时候 就会有问题的 大家就是 关于这个部分 还是模糊的 不知道 应该是就是 向他求 佛菩萨突然出现了 就是给你一个干路 或者加持 明天就改变了 你的所有一切一切 就是内上很多人这样的 不确实际的想法太多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佛法博是一个灵性的 它是一个明性的 肯定佛法博是一个明性的 你看 米勒作作 五六次 米勒次次五论当中 相关专业论当中 他也讲到了 所化经 一个是 根基敦的 一个是根基利的 这两个选择的话 根基利的是非常好的 根基敦的是 相对他来讲不好的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容易相信他人 容易忙碌别人 容易牵强附和别人的人 肯定会有问题 对不对 自己没有 就是一个 自己就是一个 独立的思想的能力 对不对 你自己权利 自己的独立思想 都是被人家剥夺了 类似这种的人 所以肯定会有 处处都有问题 这个都是 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呢 所以你心里 没有建立了一个 正确的见解和看法 自己没有一个 正确的一个方向 这样的原因就是 永远都是受到 外在的干扰 个左右 煽动 就是这个是这样的过程 或者是非常辛苦的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去考虑一下 对不对 好 那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中论 这两个就是 入中论 它的一个名字 入就是一个 入中观根本后论 论 中论的话 它是一个 中观根本后论的 解释的论点 就是这个意思 简单来讲 那入中论 名字上面的 中论是谁 中观根本后论 中观根本后论的 中论的中观是谁 就是空性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知道吗 OK 这个名字解释 大概就这样 如果详细的话 还是可以 一个月也还是 加不忘的 对 确实加不忘的 好 那我们再来 就是这里 奇怪 这里 哦对 那 这个中文 应该没有翻译的 那这里就是 加盖的 就是印度范围里面的 Madi Maga Avatar Nama 对 就是Madi Maga Madi Maga 就是范围的 Madi Maga 就是中观的意思 Avatar Avatar 就是入的意思 就是这个 Madi Maga Avatar Nama 就是反正就是这个 入 入中论的意思 对 Madi Maga 范围的 Madi Maga 就是那个 中观的意思 那 Avatar 就是 入 就是这个 好 那这个名词 而已 那接下来 那 那 那再来这里就是 李静 李静文 那李静文 大概是我们过去的 所有的大成就的 他们咒作的论碟 开头都有李静文 那这个一定要有 就是 祈祷什么作用 他有就是 有必要性吗 还有就是有什么 有什么意义 比如说每一个 论底的开头都有李静文 对 李静 他的李静的对境也是不同的 对各个 所以论底的李静的对境 是完全是不同的 对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尤其是 悦称 祖作了 入中论的 开头 他李静的对境 对境是一个大悲心 不是佛 又不是菩萨 又不是阿罗汉 那就是你看看 他就是李静大悲心 这是一个 月成他自己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存在的 你看他为什么 月成菩萨为什么李静大悲心呢 这是我们还好的考虑一下 再来他原因就后面讲的 没有错的 那李静大悲心 比如说有些地方李静维书菩萨 有些地方李静了诸佛菩萨 有些地方就是李静了佛 骗子等等 但是月成开头就李静大悲心 对 那李静大悲心的方式有两种 这是我先跟你们讲 这个是不是一个解释论点 他静颂的话 他就没有明显的 就是两种 一个是总体 总战大悲心 总战 总就是一个 不分大悲心 多少多少 他就是向大悲心赞叹 就是这个 叫做总战大悲心 赞就是赞叹的 总战 总 总得 总战大悲心 第二个是 那个 应该是别离大悲心 别就是个别的别 离就是离战的离 别离大悲心 是别离大悲心的时候 他就分开 大悲心有分类多少 每个不同的 下每一个不同的大悲心而离战 所以这个就是别离大悲心 这是后面有了 禁颂 那我们今天所讲到的 就是这个地方 讲的就是 总战大悲心 对 这个是 禁颂 第一个禁颂 就是总战大悲心的 地方 那还是他这里讲 第一个就是这里 这还是那个 总战大悲心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这里讲了 对 他就是讲一些的原因 他这里讲说 身为诸佛能往生 对 身为诸佛能往生的意思说 身为阿罗汉 独觉阿罗汉 诸佛就是等于是 那个他的意思 就是圆绝的意思 这个有两种的翻译 圆绝跟独绝 平常我们叫独觉阿罗汉 圆绝阿罗汉 但是这两个都是一个 不同的名词 但是一样的 那今天这里讲诸佛 诸佛就是不是佛的意思 这是一个圆绝的意思 独绝 那你想前面看 身为的话 身为阿罗汉 再来 中佛的话 独觉阿罗汉 这个都是 能往生 能往生 往就是谁 能往是谁 能往就是佛 对 身为阿罗汉也好 独觉阿罗汉也好 这些都是依于佛 这些都是依于佛而生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都是一个佛子 对不对 身为独具的阿罗汉都是一个 依靠佛而生的 那等一下我跟大家谈 为什么佛而生 为什么佛而生呢 这一定要讲 不然的话 马上就我们一般人的脑子里面想 应该是佛 是佛可以生这样的 身为独觉 对不对 也许会产生一些的分别了 身为诸佛能往生 就是这个意思 那接下来 诸佛付出菩萨生 那身为独觉阿罗汉 他们都是依靠佛而生的话 那菩萨从哪里生的 那佛自己从哪里来的 他这里讲说 诸佛 所有佛都是付出菩萨生 所以佛都是依靠菩萨而生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菩萨是佛的因 佛都是依靠菩萨而生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 那菩萨他自己本身从哪 从何到来呢 你看 大悲心有恶会 无恶会 菩提心是佛的因 他这里讲说 菩萨是依靠大悲心 空这界 还有菩提心 而采生 这个一开头就是告诉我们什么 意味着是什么 他排除了很多的不正确的道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们一般人的佛 你想象的佛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四尊能人万 释迦牟的佛 是从何到来 由于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产生 这样的人体对理计的对境 量实浮 那时候他从何到来 由于什么样的因素的导致下 他变成这样的一个量实浮呢 那一般人 想象不到的 很多人认为说 有史以来 自古以来 释迦牟的佛是一个珍贵的 我们的神 我们的教主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看 你的对他的看法 完全认知 就错误的 释迦牟尼佛也是 曾经受过痛苦 他也是 以前是成立于轮回当中 轮回深渊 痛苦的深渊的 那个众生之一 跟我们一样的 没有什么差别的 我刚才前面讲的 他经过了很长时间 修了三主要道 今天所讲的 第一个主要的 比如说大悲心 还有无恶慧 就是空窃界 菩提心 种种这样的实修 得到了菩萨境界 经过了五道师弟 休息 经过五道师弟 终于远离一切的障碍 得到了九经研盘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释迦牟尼佛 他不是原本 本来就是他是一个佛 完全不是 这个是一个 不管是你在什么样的 任何人的知识分子也好 不管是谁的面前 你这样的解释的话 每个人都肯定会认可 对不对 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 一个坏人就可以改变成一个好人 是可以的 什么都不懂的人 就变成为什么懂的 通通的通达的一个人 也可能的 可以的 这个是逻辑合理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讲的话 我们今生当中 你一生下来就懂吗 全部都懂吗 对不对 不懂啊 尤其是现在我们这样的年龄 现在炒作电脑也不太熟悉吧 对不对 应该是你们叫小孩 来来来 你看一下我的手机淡机了 对不对 依靠这小孩 所以他们就是受过教育 严格受过教育的 结果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大部分人不会啊 我连我都不会了 电脑单机 或者是一个手机单机的话 按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对他愚昧 操作的方式也好 硬体也好 软体也好 不熟悉 所以心里就按 就是不舒服啊 你要按下去 按到什么 我也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请人家来帮忙修理 这个是一个智慧的作用 其什么 其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每一个智慧 有其到不同的作用 这个是有些负面的智慧的话 起到负面的作用 正面的智慧的话 它起到正面的作用 所以我们刚才讲 这个是一个同样的道理 知道吗 你学佛干嘛 有人问你说 学佛干嘛 学佛我一定要就是进步自己啊 对不对 让自己进步啊 让自己精神上的一个知识也好 精神上的支撑 一定要加强 一定要进步 那中等的目的是什么 你学佛干嘛 我想要承办自己幸福快乐的生活 所以我去学佛 那这个学佛的当下 你的思想概念 有些人我刚才前面讲的 学佛呢 联集了很多福德资粮 福德资粮之就能够心想事成 得到了很多的福报 所以呢 善有商报嘛 对不对 得到很多财富 功德 这项 不要这样想的 肯定有就是累积了福会 二资粮的话 他有带来给你一个无数的好的结果 这没有错的 但是你始修的方式 这个就是就是我们所有的快乐与痛苦 都是一定要寄托一个商报 这是不对的 我自己什么都不动的 由他来就是消除我的业障 由他来消除我的一切的烦恼 我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做 对他相信就好了 这是完全错误的概念 对不对 这是不对的 好 那所以呢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智慧的部分 所以智慧有很多种 好的坏的 对负面的正面的智慧都有 但是我们要有的就是正确的智慧 正面的智慧 我们不要的就是一个负面的智慧 对 那负面的智慧很强 正面的智慧很弱的时候 做坏事很聪明的 对不对 肯定啊 对吧 那有些人说 这智慧怎么可能有负面的呢 智慧的定义是什么 你想想看 我们一般人常受众的智慧 一般人甘孽当中的认出的这个智慧 是不正确的 确实不正确的 印度大臣就是他们 置地下来的智慧的定义 智慧的看法 认知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准确的 对 智慧它本身是一个具有抉择的能力 所以称它为就是一个观察的能力 抉择的能力 所以称它为智慧 对 不是说你观察的是什么 都是正确吗 不一定啊 所以智慧有就是一个负面的也有 这也是应该说很多人 有些人就是 对跟我上课的人 就是知道了 我之前也讲过了 比如说我们入中论当中 讲了一个撒加野界 撒加野界就属于是我持烦恼 撒加野界本身是一个智慧了 就是这样 还是有很多 好 就是这样子 那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身为独觉 依靠着佛而生的 那佛就依靠菩萨而生 那是从何 菩萨从哪来的 菩萨的因素是什么 菩萨因素就是 大悲心 无恶会 控制界 菩提心 这三个就是 菩萨的前提 或者菩萨的因素 你看这几句话的内容 你懂了以后 真的是你就是学会了很多了 你想想看 我们对佛教 佛弟子对佛法的认知 对于佛法的看法 那怎么样 跟人家不一样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印度当地的话 一切古代的时候 苏论派 碎石派 还有就是赤罗派 还有很多的外道 那现代的比较有 普遍的话 比如说基督 基督教 还有就是那个信仰 耶稣的 还有就是那个灰教 印度教 你看他们怎么认定的 他们自己的教主 神是筹合到来 他们怎么说的 他们说 本来就是我们的那个上帝 说本来就是他 本来就是清净 对不对 他有时一来就是这样子 这是很奇怪 对不对 老天爷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有点怪怪的 对 他是属于是常法 又是一个无常法 对不对 那他是属于是无常的话 我凡是无常一定要 必须要依靠 因缘和合传神 对 他的因缘是什么 他依靠因缘和合传神的话 他由于因缘所造的 对不对 那实际上反正就是一个 这一种的 我们不能批评 他们的主张 确实我们遵纪 他们的主张 这是我们个人的 不同的立场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 作为一个佛弟子 作为一个 跟随佛 那个诸佛菩萨者 我们绝对不可以批评 还是产生很多的疑问 对不对 我们就是说 那你 我们就是由神来 创造出来的话 那谁由谁来 就是创造出来 神是从哪来的 就像我们古代 古代的 那个老子讲的道一样的 道个道 非战道 对不对 那你想想 这都是古代的 苏论派的主张 差不多了 对 老子也讲的 道是很奇妙的 没有办法 取了一个名字 但是我勉强 取了一个名字 是道 对不对 那还有些地方 矛盾的地方 就是我们没办法 言语来 描述了这个道的底线 他自己 以言语文字来 就是描述了很多很多 对不对 所以还是有很多问题了 反正就是这样 那就是他道 就是你看 道个道非战道 道本身是一个两面 一体两面 一面是能产生万物的能力 一面是 它是一个永和性的 不变的 对不对 那你主战了这样的一个 所有天下的万物 都是由道来所造出来的 这个是苏润牌的主张 差不多了 那一切的天下 所有的万物 都是由道来控制 由道来制造出来的话 道本身是一个常法 永远不变形的 那常法怎么可能 有产生万物的能力呢 这个是毛队的地方 自己本身依靠 因缘而产生者的话 自己有盛面的体系存在 自己有盛面的体系存在的话 才可以他产生的结果 他自己本身不需要依赖因素 他自己本身永和性的 还是由他来创造很多万物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没有这种合理的逻辑 对不对 所以平常讲的 道教老子讲的 天下之母 万物 万物之母 天下之石 他讲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天下之石 天下所有的万物的开始 所以造势者就是一个道 所以开始 天下之石开始的是 万物之母 相对于万物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母乳母气一般的 原因是什么 所有天下万物都是依靠他而生的 OK 大概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分享了 反正就是 由过去的哲学家 或者是一个物理学家 还有就是很多的希腊的这种的哲学家 有很多 但是现代我们 现代的话 你想想看 这真的是我们自豪的地方太多了 就是站在一个佛教 那个正法佛教的一个立场来 讲推理思维的时候 确实我们是感到非常的自豪 世尊开始就讲 没有任何的世界的开创者跟万物的藏造者 所有天下的万物都是依靠自己顺顺的因缘而产生者 那所以呢 他分心的因缘就分心的时候 六因四源 每一个不同的因跟不同的源 聚合去来的所带来的热和的结果 所以他详细地告诉我们 才能够这个治理 这个道理当中我们找到了一个自己的 承办自己幸福快乐的一个渠道 非常的清楚 对 我们佛教不是一个 完全没有这个神话 平常我给大家讲的 不要相信神神道道的话 你相信神神道道的话的话 那就你嘛 完蛋了 肯定是这样子 你追求永远追不上的一个动心 这个一直追求追不上 就是凭那个 终于就是推到一个火坑里面去了 也许推到了一个死亡的边缘 那个时候你后悔一切都了不起 你想想看 哎呀 我以前这样的修相信 但是这样的相信 我一人几人到目前为止 什么都没有改变 什么都得不到的 对 会了 所以呢 佛法当中所讲到的知识 智慧都是 总的来讲的话 每一个众生成本自己幸福快乐的一个方法 途径 因素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佛的想法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佛的秘义也好 佛的想法也好 永远都是想 恨不到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一切众生 祸数达到 究竟年盼过位 佛永远都是想着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才就是语中心长的告诉我们 你想要快乐吗 问我吗 当然要啊 谁不想要快乐吗 对不对 那也许有一些人说 哎呀 不要追求今生的快乐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实修上不行不行 我觉得讲这种的人的话 他更做这样的事情 更会做这样的事情 知道吗 比如说你想想看 还是我们学佛者有很多问题的地方 我平常也是深深地感受到 跟学生们分享 这是我希望改变你们的想法 原因是什么 你看 我们就是说 哎呦 那里不要穿这样的衣服 所以我们都佛教徒 不要吃这样的东西 我们是佛教徒 对不对 那你批判他人说 你没有想到我是佛教徒 你生人家的气的时候 也说我没有想到我是佛教徒 这两个是很奇怪的现象 你时时刻刻别人说 我来我是佛教徒 佛弟子 不应该批判他人 不应该是生人家的气 这个是最主要 不是是你吃什么 你穿什么衣服 这个是很奇怪 所以我们这个是 平时日常生活当中 一定要警惕自己 提高警觉 一定要知道的部分了 好 那再来我们这个 重复就是我跟大家讲 那身为中佛能往生 那身为是什么 独觉是什么 这是要了解的 比如说我们身为独觉 这个是我们平时讲 属于是小乘 小乘行者 小乘 大乘跟小乘当中的 小乘的行者 那身为阿罗汉也好 身为独觉的族性者也好 这个都是一个属于是 小乘的族性 那个修行者 那小乘跟大乘之间 有什么区别 我们比如这样讲 当然是以前我们 从以前就这样讲 大乘跟小乘 现在很多人讲 大乘跟身为部 身为乘 独觉乘 或者是一个身为部 当然是这样 所以有点小乘这个次了 小乘大乘的时候 很多人不高兴 你为什么 你没大 我是小 现在我们现在的话 南床吧 对不对 比如说 柬埔寨 越南 越南我不知道 那个柬埔寨 斯里兰卡 还有泰国 缅甸 这些都是一个难传 这都是一个 我们平常 他们主要的就是 释迦牟尼佛 出传法律的内容 所以尽量 就是一直 出传法律的内容 去实修 所以他们是一个叫做 小乘 对 大乘的话 那就是我们平时讲 就是 汉船跟赞船 名字上讲 汉船跟赞船 但是真正不是一个大乘吧 还是要考虑一下 名字上贴了一个标签 说大乘行者 有没有具备大乘的 那个行者的条件 还是要考虑 一定要 用心自卫告诉自己 我是不是一个大乘行者 你自己内心就知道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呢 身为独觉就是 从哪里开始到哪里 叫做一个身为 独觉从哪里开始到哪里 就是独觉 这是我给你们讲一下 先我们要编略出 一个独觉中心 跟身为中心 对 那身为和独觉 这两个是 种性是有点不同的 种性 就是具有种性 就不同的时候 人的看法又不一样的 兴趣又不一样 比如说 身文 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身是什么意思 身就是 听到 他人的教授 比较喜欢 听到他人的教授 文就是 所以呢 让给人听 自己也是依靠 他人 他人 而受教育的内容 而传给别人听 有这样的个性质的话 你种性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取下于身为种性质 对 这上面加了一个小称了 那独觉足性的话 它本身是一个 自己也不太喜欢 就是 从人家 那个通别人 就是依靠别人听 那你听到的内容 也是不太喜欢 跟人家分享 你自己安静静的修行 这种有的种性 取下于 就是独觉的种性 你看独觉跟圆觉 有两个 一个独觉 就是独立的独 那为什么有些人 翻译成独觉呢 你想想看 独就是独立 独觉 种性者 他比较独君 个性就是比较独君 那虽然所有的独觉 不一定了 反正就是 中观的看法 就是独觉有两种 一个是比较 靠近 就是独立 独君的 就像新勇般的 一些的独觉 这个叫做一个 新勇般的独觉 他确定是 不太喜欢跟人家分享 不太喜欢 就跟人家受教育了 反正他一个独君 在坟墓 还有其他的地方 去自己修了 设圆起 去灌修 就可以得到 达到独觉 阿罗汉库 拥有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 新勇般的独觉 新勇知道吗 对不对 新勇 新勇就是这个 比赛有脚的 新勇啊 对吧 新勇啊 我说的不对吗 对啊 对啊 你们笨了 所以就我讲了 这是不要怪我啊 给现在他自己不标准 所以不让我们听得到 对不对 所以不是 新勇吧 就是我就清晰地告诉你们 但是你们也动物太多了 所以没办法反映出来 对 过去不曾听过 今天听到的 这个就叫做学习 你过去听到的 又听到又听到 这不算是一个学习 对啊 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的 还是我们就是 可以改变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一般人说 哎哟 他讲得很好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都听得懂 这是合理的 不是一个正确的道理 他讲得好 都是我听得懂 那你成败了 自己是很厉害的人 对不对 第二个是说 我也是跟他一样的 只是层面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 他讲的也是我也懂 对不对 那实际上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一般人 在台湾普罗当中 真的有很多了 那你看他讲的 你听不太懂的话 你就以后就不太想去学习 这个时候 非常非常的不理性的人 他讲得越深 越这样的话 你太不太懂 还有新的名词 还有新的那个那个名项 还有就是 你出来没有听过的 这些的 慢慢的不断的理系起来 授予的话 那这个是你就会进步 九九之之后 你就是三百六十 过了一年三百六十天 之后你总计 统计起来 你想想看 就会不可同日而遇的 你进步了很多 更翻面 更层面 都进步很多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跟你 跟你们讲的 就是要有的概念 不要说他讲得好 我听得懂 这算奇怪的 那也许有 在台湾来讲 也许有一些人 穿法中 我也看过了 他们说什么呢 有些人不会穿法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说的 就是太圣了 众生听不懂 我穿的就是 所有众生容易接受 容易听得懂 所以正法 这算是离谱的 实际上来讲 众生愿意接受 众生容易听得懂的 一直不断的讲 众生不会进步的 永远都是原地踏步的 对不对 你上学的时候 永远都是停在 那个国中小学吗 我每天都听 国中小学的 你没有去 那个高中的话 你不会进步的 这个逻辑何在 所以还是很多人相信的 不是实际上来讲 不是这个逻辑 你进步的过程当中 我这个是 以我个人的经历 就是分享过 很多的学生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们以前学习的时候 几乎都努力的 日以继续的去学习 感觉不到我有进步了 老师也说 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你进步很多了吗 你学后了很多吗 哎呀不是 越学越难 越学觉得不懂得太多了 老师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你进步的想象 你真正现在就是学到了 确实这样 那所以呢 久久之日 慢慢慢慢积累到 后面就是回头看的时候 那就真的是达到了 一厘八十四楼三面了 对不对 看到台北就是很清楚的 苏多伯家的对了 横看城里车城风 远激高地各不同 不是楼上正面 职业神座 慈神座 你看这些都是一个 智慧结晶 确实高瞻眼中 有道理的 那所以我们自己 完全不懂得一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以为 人家说的也好 人家做的也好 好 他做的好 他做的 说的好 原因是什么 都会我就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没有这种的正确的道理 你算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不要有这样的看法 我现在学习 真的是很难 不容易懂 但是我希望能够懂 这样的话 你就会进一步很快 对 今天不懂的 也许明天会懂 尤其是你当下 你听的当下 所以呢 没有那么清楚了解 但是他当下的 透过思维 留下来的习七个种子 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时候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 也是很多 比如说举例来讲 你现在听 原理长断两边的中国 听不懂 这些成立是什么 第四成立是什么 不听不懂 对不对 还有无恶会 空在界 还是很快呢 听不懂 经过了几年 还有过了几年之后 你突然看到了一本书 原理长断两边 等等的时候 就欢然耽误的感觉 非常的面熟 非常的清 清洁感 这个是你当下过去 晚心所累积的一些的 种子和兴器 音乐剧组成熟 你智慧的方面也是 进步的比较蛮多的时候 这些音乐剧组的时候 带来你一个最好的成果 你就很熟悉 很就理解 这个有偶尔就会发生的 对 不要说我就是听到什么 懂一定要懂 这个也是太 好高误约吧 对不对 对不可能的 你听到什么 全部都透彻的 不可能的 但是能了解的能了解 还是不能了解的 希望能够了解 当下你不了解 没有那么清楚的部分 也是 它当下已留下了 很多种子和习气 这是对你顺顺事事 都有好处的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 对 这样很好 好 那这样的话 身为独觉 这两个 先我身文跟你们讲 刚才我前面讲的 就是身为的中性 跟你们讲过了 那身为从哪里到哪里 算是一个身文 身为就是一个中性者 跟阿罗汉两种 达到阿罗汉境界的时候 不算是一个身为主性者 原因是什么 身为主性就是 这个主性就把你带到了身为的道 终于得到身为阿罗汉的 这样的一个主性 叫做一个身为主性 你已经达到了身为阿罗汉国的时候 你已经决头轮回了 得到了身为阿罗汉国 那还有没有身为主性 这个是身为无道的最顶级的道 就是叫做身为无学道 你达到了身为无学道的时候 远离一切的烦恼 自己已经达到了身为最高级的 无上之高的身为阿罗汉的国位 那个时候他就是叫做一个身为阿罗汉 知道吗 所以身为主性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个性者 在这个上面修了 为了利益自己 追求解脱 你得要有需求解脱之心 如果你心里没有需求解脱之心的话 你就是没办法走到解脱道路了 知道吗 这是合理化 我举例来讲 你根本心里没有根本不想去高雄的话 你到的来高雄吗 除了被人家绑架走了 对不对 除了这个之外 你到不了 实际上合理上来讲的话 你到不了的 原因是什么 你不想去 那你到的要去高雄 打到高雄的高雄也好 印度其他的各地也好 你打到这个目的实现了 必须要前提靠自己的情形动念 想要去 一模一样 对不对 你想要得到解脱轮回 你一定要有需求解脱之心 一定要有 才可以 所以走着解脱的大道上 这个合理的 对不对 那所以 需求解脱心 那最关键是一个处理心 要有处理心 没有处理心的话 无法入道 对无法入道 处理心是入道门 对 入道门 那我们入房间 一定要 你有没有入这个过关 那个门槛 对不对 还有门外的话 我们不算是一个入门 你入门的话 那就是你到里面 一模一样 所以入道 入道的门 是什么 处理心 所以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一定要 思维一下 处理心是什么 对 那处理心就是 对于三界轮回的 错所身体受用 愿离心 愿离之心 愿离是什么 心里中没有兴趣 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样子真的是对三界轮回的 错所身体受用 有一点产生业力心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 处理心 对 这是很愧难的 那你等一下出门 接上了看到了 四川相会出发 各种各样的美丽的 对不对 马上就处理心出现了吧 对不对 对不对 等一下太平洋说过 表公司 一进去就处理心 就完蛋了 处理心就缩水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烦恼的诱惑了 确实烦恼的诱惑 我们实际上来讲 比如说一个真的是一个想开的人 我们平常讲想得开 犯得下 讲起来这个是词是很好的 但是想开是什么样的程度才过 算是一个想开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可以很多的陈测了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处理心是什么 定义上的真正的处理心的话 对于三界的处所 身体受用 一点不谈主 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的话 开始你就有了处理处理心 对 有处理心的话 远离出那个轮回的心 肯定有了 远离处理的心 就是叫做一个希求解脱之心 这个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大别的 差别的 知道吗 希求解脱之心就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学习者 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你们一定要关注一下 今天我们所学到的内容 知道吗 对 第二者 第另外一个人来 就是给我一个 装给我一些的佛法的智慧 见解 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对 我们一定要依靠 万希的 过去的 殊胜的大臣 就是他们的教授 对 不断的学 培养我们自己的智慧 跟见解 利用这一种的智慧 跟见解 来过自己的生活 这样的话 佛法 心 相应 这个叫做 弥附其实的一个实修者 那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讲的话 就是这样 那我们包装起来的话 修了圆满 此地 生气此地 深深的 道此地 关系道此地 反正就很多 直接讲的话 就是这个 知道吗 OK 那身为的 比如说 身为无道 独觉无道 大臣的 无道实地 这是你们一定要记得 比如说我们 众生终于走上了三条路 三条路是什么 身为无道 独觉道 大臣道 身为的话有无道 独觉有无道 大臣的话 无道实地 所以你走上了 短暂的 你转上了 走上了 那个身为道的话 终于你就可以得到了 身为阿罗汉国 解脱龙环 如果你走上了 解脱 独觉道的话 那你终于得到了 解脱 独觉阿罗汉国 你走上了 大臣道的话 终于 救济 你也罢了 所以这个 伤者不同的道 最救济的 唯一的救济 是哪一个 大臣的道 对就是这个 虽然一直 身为独觉的无道 依靠身为独觉的无道 可以远离轮回 自己断出一切的烦恼 可以的 但是 只是你 走上了 身为独觉的道 到身为阿罗汉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道上面 没办法断出所知战 只有唯一的断出 是烦恼战 除了这个之外 不能断出所知战 你不能断出所知战的时候 问题是什么 所知战就是得到 成佛的主要的障碍 你成佛必须要 先一定要断出 成佛的障碍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这个 简单来讲 那身为无道是什么呢 身为的质量道 身为的加息道 身为见道 身为修道 身为无学道 那得到了身为无学道的时候 就可以算是脱离轮回 修行者自己脱离轮回 得到了阿罗汉国 可以说是阿罗汉国 那阿罗汉国有很多种 它是一个什么 属于是哪一个 它是一个身为阿罗汉国 对就是这个 OK 那身为质量道 跟加息道 这两个是身为反复的道 身为见道以上 可以算是一个圣者 平常我们讲圣者 他是一个圣者 圣者是什么 一定要有界限 得到了身为见道以上 独觉见道以上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独觉圣者 身为圣者 你虽然是入身为道 还是就是身为资量道者 加息道者的话 就可以称他为身为反复 身为修行者 但不是身为圣者 就知道吗 这是有很多方面去可以讲的 但是主要的 我今天我给大家讲 就先我们初步的了解一下 身为是什么 从哪里到哪里 就是身为 这样的我们捏起来就比较顺 对不对 对啊 大概就是我们在自己各 自己的应该是有那个 什么道场 还有忠心 那去供修的时候 就不一样的 肯定会有 仪轨里面出现了很多身为 独觉 诸佛菩萨 全部都出来了 阿罗 那那个时候 你内心就是完全的 认知跟反面就完全不一样 这是都有帮助的 所以呢 身为 总性者的话 他这个 由于总性 他就是带到了 就是身为的道 独觉主性 独觉的主性 具有他的独觉主性者 他就是带到了一个独觉的道 那大乘主性 是肯定会 就是 之间就是 就是 就是带到了 就是大乘的道 走上大乘的道 那主要的大乘的种性 对 我们平常讲大乘主性 苏习 大乘种性 什么时候开始算是 具有大乘种性者 什么时候有了大悲心 才可以算是一个大乘种性者 对 如果有 真正的达到了一个大悲心的境界的时候 才可以算是一个 大乘种性 苏习的人 对 那这个话就是 这个中间有一个话出来了 比如说 问题出来了 有些人说 那一切终生不是 具有佛种性吗 对不对 一切终生可以说是 具有佛种性者 但不能说一切终生 具有大乘种性者 这两个不一样的 对 所以呢 这个是不一样的 大乘小乘的种性 就是阶段性的 佛种性就是 一切终生 从 以前到现在 自古以来到现在 永远都是 具有佛种性者 这个没有 没有那个差别 那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不要混在一起的 刚才前面讲的 大乘的种性者 从哪里开始算 具有大悲心 从哪里开始算 对 如果你没有大悲心的话 当然是不算是一个大乘种性者 菩提心不用说了 菩提心就是 菩提心是一个 一个修行者的话 菩提心跟大悲心是英国的关系 一定要先达到了大悲心 才可以得到菩提心 对 所以先有菩提心 那个大悲心才可以有菩提心 这样子 那所以 若身为独具的道 必须要有就是处理心 那处理心就是 一开始我们造作的处理心 再来不断地串行 慢慢地修习的话 他变成为就是不造作的处理心的话 就可以入道了 那你的主性是一个身为主性的话 你入身为质量道 那你独觉主性的话 你就入独觉道 就是这个 从这里开始到身为独觉的阿罗汉之间 都可以算是一个独觉 还有就是一个身文 就是这个意思 知道吗 那达到了 得到了身为独觉的阿罗汉的时候 有这个有我们平时听到的 就是由于涅槃跟无语涅槃 有两种说法 这是一个为似的看法 中观的看法都不一样 以后就我们可以 跟大家慢慢地讲 也许我们提问的 那个一个小时以内 互动的时候 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没有问题的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 好 那处理性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这个我们也是日常生活当中 一定要就是好好地去训练一下 修处理性 对不对 修处理性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那很多人搞不清楚 比如说 我第一个我跟你们讲的 对于三界的处所身体受有 一点没有兴趣 一点没有执着的话 这个处理的时候 那你马上就这里反映出来一个 观点是什么 这个是你说 哎哟 这样的好困难 有没有这个感觉 原因是什么 这个难习 很难做到的 原因是什么 你现在完全成立于 烦恼的习惯当中 我们自己不以为来 这是一个患习惯 我刚才讲的习以为常的太多了 对不对 那我们也感觉不到 这个习惯是坏的 不好的 比如说我们讲的 入暴于之事 久不为其愁 入之难之事 久不为其相 确实一样 这个是一个 他告诉我们 我们一般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子 你就是自己习惯成这样的时候 你感觉不到这个是一个坏 好 对不对 这个叫戒惯不惯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好坏 都是一个透游逻辑来分心的 比如说我们佛教的一个逻辑 就是相对追求幸福快乐者来讲的 都是这样讲的 评论的 比如说我们都是一个追求幸福快乐者 对不对 谁不想幸福快乐 生我一个人 甚至是动物都想要得到快乐 不想要痛苦是一直的 那你追求幸福快乐的话 谁能已经达到了最高快乐的境界 再也不追求的 这样的快乐者 又没有 几乎都没有了 原因是什么 虽然是我们想的 每一个人想的 但是做不到的原因在哪里 肯定有原因嘛 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 你知道我追求快乐 但是我 现在我们没办法达到期许的 主要的障碍在哪里 它的关键在哪里 就是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希望去付出了很多 带来给你的结果 完全相反 这个问题是 你的做法有问题 或者是你的思想有问题 这个都是你的思想有问题的 肯定有你的思想有问题 对 所以我们追求的快乐有两种 这是我们大家要了解的 身心二质的快乐 一种是心的快乐 一种是身体的快乐 对不对 那我们反复众生 比较追求的 比较执着的 就是身体上的快乐 所以忽略了 内心的快乐 这是很多 就是这样 世上生活当中 你看 所以我们达不到 自己期许的关键在哪里 我举例来讲 我们对于自己 属于十一柱形反面 对于自己的 现实生活当中的 列外的条件上面 你的看法正确不正确 你想想看就知道了 对不对 老子说的也是对的吧 对 他说 无所已有大患者 唯无有生 其无无生 无有何患 确实他也看到了 我们有了这么 有肉的身体 确实麻烦大了 对不对 原因是什么 你举例来讲 相对上二戒 如果四二戒十七天的话 那就麻烦他 太大了 上二戒十七天的话 他不需要吃饭 不需要饮食 那就减少了很多事情 他不需要去买衣服 对不对 虽然是属于是轮回当中的 轮回 属于是轮回的世界 但是四戒十七天 的天人的话 他衣服是天人的 自然的 天衣 对不对 他不需要依靠 要饮食食物的 那这样的话 减少了很多麻烦 所以确实 上二戒 没有苦苦的原因 就是这个 虽然是一个坏苦 跟辛苦 没有苦苦的原因 就是这个 那所以 无所谓有大患者 唯有什么 对不对 那你看我们的 大部分的过坏 都是有了这个身体 所以你追求 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看法 对于自己身体上的 快乐的看法 完全是 你自己追求快乐 跟你执着自己身体的需求 这两个是完全敌对的 所以没办法达到 自己的情绪 那么所以呢 我们修处理心的话 肯定会 你对自己的身体 对自己的生活 对自己 生生世世都有帮助的 对 有些人认为说 哎呦 没有苦乐看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世间 应该没有什么味道啊 会不会想 你现在 零受到的是 有漏的感受 你出来没有零受到 无漏的感受 对不对 无漏的感受 是完全不要比 有漏的感受 尤其是身体上的感受 跟热受 跟意识上的热受 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直追求 就是身体上的快乐 对不对 今天 今天吃什么好吃的东西 今天什么听好听的 音乐啊 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连衣服都就是那样 多醋 稀醋 就默默 哪一个比较对自己身体比较好的 类似这样 这个都是一个 依靠着自己的情形 就是不正确的情形 动念而 举出来的 发出来一个举止 行为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各方面都有问题了 反正就是我们处理性 你不要以为说 哎呀 处理性很难 确实不要 你促修处理性的话 它的好处是什么 减轻了你的生活的压力 你对于你自己生活的看法就改变了 对不对 那没有改变的话 那就有问题来了 我举例来讲 三十年前的话 这个世界上没有产品 这个电话 手机 这是我们零售达人 那个时候 有没有任何人 世界人说 我没有电话 只会手机 怎么办呢 没有这个口脑 谁有 对不对 我有了这个手机 没有 你出去 我忘记了带手机 那怎么办呢 又没有这个担心 那你手机一定要锁地了 会不会泄露了 我自己的秘密 又担心了 对不对 我手机被人家看 就是偷看 不行了 反正就是各有各的问题 这个是有了手机 带来给你一个 另外一个麻烦 额外的负担 对不对 这个叫做一个加油天出的 本来就是我们的 烦恼的因素太多了 还是有出 除了智慧系手机 还是我们的负担更多的 对不对 那你看不仅仅是这样 你有了就是手机 这个也不行 一般的手机 一定要有智慧系手机 那我有的话 不只是我一个人 一定要就是儿子 女儿 爸爸妈妈都要的 对不对 那你自己的工资高了吗 涨价了吗 没有吗 那你开支的地方 越来越多吗 那所以呢 外在的这个物品 跟你内心的这个 就是完全不平 所以你永远都是被压力打倒了 所以呢 无所有大患者 唯物有生的问题 就是也是有关于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从佛教的逻辑来讲 为什么修处理心 有些人觉得处理心 应该是我找不到一个幸福快乐 处理心是苦修了 痛苦对不对 错了 我们过去不曾修过处理心 所以呢 修处理心所带来的感受 没有零说过 你不知道都是揣摩的 佛绝对不会骗众生的 你真正的能修处理心 所引申出来的你感受 是对你非常非常的好的 对 有先举一个有先的例子 给大家讲 就可以由此可见 他一些的道理 我们可以看得出端倪 比如说举例来讲 我们修处理心的时候 你发生内心成熟了 你需求减少了 确实减少 比如说我不能说是我修处理心 我以我个人的经历 我就跟你们讲 分享一下 我完全不是说我修处理心 我领性就是学过很多的大成就的逻辑 所以我自己寻找自己幸福快乐 我知道如何去成本 对 所以我有一个 去那个 去运动的时候穿的一个 所以善衣 我已经操了十四年 学是这样 我出来没有换过 已经十四年了 他现在也是有点变了 前几天跟我就是一个人讲 可惜了 我带你去 这个穿也很久了 的话接着穿 不用了 我还是就用 为什么就丢了 你穿衣服 就是只是保护自己的身体的看法 没有说我穿这个衣服 让人家羡慕 让人家赞叹 得到人家的肯定 就是让人家喜欢我 没有这个心想的时候 所以这个衣服就是不会是说的 那我们穿衣服的方式 一般人怎么穿的 穿一穿看一看 对不对 好专业 不专业 他人的目光 那你得到了什么 对不对 我们得到他人的赞叹 你改变了什么 我们一般人 可怜的地方都是 自己幸福快乐 把这个因素都是聚焦在别人的身上 跟别人的嘴里 那就没办法 得不到一个稳定的 好的一个生活 我们不用怕了 他真实的情况了解了以后 就 所以我们 让自己的生活简朴 简单 这样的话真的是很好的 所以你的对峙 欲望就是下降了 你真实的本质了解的话 你的欲望肯定会下降 对 那你的欲望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碰碰盏起来的话 那就你的灾难 灾难就来了 对 所以这个都是 方方面面去观察的时候 确实修处理心 对我们自己来讲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知道吗 才可以我们能够走上 解脱的大道 才可以我们 得到了一个幸福快乐的一个生活 会呀 你看我们平常讲的 我们可以透有这样的方式来思维 应该是可以知道的 我们小的时候 全世界平均都是很穷的 对不对 我一年一年就是穿了一件裤子 还是就是我调皮的 过了两个月 一个月就马上就膝盖 还有就是那个全部都露出来了 那很担心 知道吗 那如果现代的话还是好 这个谁还是 对不对 现在故意就是 皮肤啊 还有就是那个膝盖都露出来吧 对不对 现在的装饰皮 以前的就是害怕 穿这种破烂的衣服 这个时代的变化 就是这个 所以呢 你看当时 你的内外的生活的条件 比较简碰的 但是人人都比较平静的 人人都比较和梦相处 身处严肃 我们平常讲 路界不可以把刀相处 类似这样子 那现在是什么样 邻居也不认识了 我隔壁住了谁 我也不知道 那所以呢 就是人还是人之间距离 越来越严重的 梳理看越来越远的 原因是什么 这个事都是 关键在自己内心 思想上 烦恼越来越强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就问题都来了 人就是欲望 没有那么强 思想比较单纯的时候 说人就 善良的一面就出现了 跟人家想出很好的 对不对 那佛法当中所讲的 贪欠是卖日后的 等等的烦恼 为什么一直讲 它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 它直接影响到 你的生活的 主要的原因 它不让你好好够生活 这个是烦恼的作用 你想想看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 来解决烦恼呢 除了佛法的知识 智慧之外 没有 任何的方式来解决烦恼 没办法的 所以学习佛法 实修佛法 必要性就是这个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修处理性的话 对自己肯定会有帮助的 我刚才前面讲的 我们内心不成熟 假装就是 就是那个 假装就是一个满足的话 这个是很辛苦的 这是假装而已 对不对 内心成熟不需要的时候 自然就很舒服的 反正就是不舒服 不需要 你去灌街 去进去飘化公司 看任何的东西 没有什么 它不会就是受到它的摇动 对不对 诱惑的时候 心满稳定 那到处都看到任何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个也要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那要的东西太多说 就是我们收到了它的诱惠 对 修处理性很好 对 这个都是一个道理 真具了 我跟你们讲的 过去我们就是 比如说我们家的话 父母 我妈妈煮了 就是一锅 一锅就是用了 煮茶 喷那个其他的食物 都是用了一锅 每个小孩都有一网 除了这个人没有的 每个一网自己负责 对不对 那一锅一网 我们不觉得是很缺少啊 缺乏啊 很痛苦啊 对不对 还是就是自然 你看 你看省事了很多 妈妈洗一个锅子就搞定 对不对 那现代的人的欲望越来膨胀 引起了其他的烦恼 叫懒败为奸 黄泛相控 那你看这个占据了我们的 这个确实占据了我们的 西福的田 那你看现在我们做什么 刚才前面讲的 电话方面我已经讲好了 不用了 那你看 家里一定要锅 这个是煎笔的 这个是煎蛋的 这个是煮什么什么的 这个是应该是腌什么什么的 那这是吃饭的时候 这个是饭水果的 这个是一个菜的 这个是辣椒的 这个是喝毯的 那你看一个人餐具多少 一个人餐具就是一个包裹 那人就是需要这么麻烦吗 对不对 就是这样 这些都是一个证据了 你想想看 有些人认为就是这样的 狮子的生活 非常活好的 那个华丽的生活 你觉得这样的才可以让我开心 得到幸福快乐 网络跳步 还是没办法达到的 真的是没办法达到的 这些问题不在于外在的物质上 不在于外在的物质上 对不对 这个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思想上面 佛学的教育就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劝你们 学习的时候 就是学以致用 不要流语心事 这是没有用 对不对 你看我们就是学习的时候 你看这里讲 大别心是功德无料的 智慧是功德无料 控制也是功德无料的 你多多修下去了 那你永远没办法修的 你怎么去修 它的好处在哪里 怎么去使用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不算是一个受教育的 这是受苦传 所以这个是不好的 大家一定要好好扎扎实实的去学 你学到的东西都是一定要正确的 具有就是一个符合实实的 这是对自己有真的有帮助的 就是这个 好 那身为诸佛 就是这个诸佛就圆觉 那圆觉的道也是差不多了 能往下这些的依靠四尊佛而生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样的解释就可以了 身为诸佛的阿罗汉 他们得到身为诸佛阿罗汉的主要的原因 依于依靠 依靠着 世尊的 深深的 缘起的说法 而得到身为诸佛的阿罗汉 所以 他们得到了身为诸佛阿罗汉的主要的原因 依靠佛的 宣说深深的缘起法 而得到了身为诸佛阿罗汉 所以他们就是依靠佛于而生 他依靠佛于而生 等于是依靠佛而生就同样的 知道吗 那你就有点清楚道理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们上学的时候 太大学生 我们台湾的话太大学生 毕业是很优秀嘛 对不对 那一开始 国中高中大学 逐渐的这样的去不同的 那个授课 那终于就是你大学毕业也好 硕士也好 研究生也好 所以毕业的那一刻 你看 你这种呢 你现在变成为太大的博士生 这个位置 岗位是谁 哪里得到的 依于太大的教授 而得到的 对 没有依靠着大学的教授的话 你得不到这样的知识 岗位 所以你不叫就是一个太大的博士生 对不对 一模一样 这个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你一个生就是我们不是说小孩 还依靠妈妈耳心 这个不一样 所以这个生就是说 身为独觉的阿罗汉 他们都是依靠佛宣说了深圣的元气法 而得到身为独觉阿罗汉 可以称他为佛神 就是这个意思 佛神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OK 诸佛付出菩萨生 就是说 那过去的佛都是 一定依靠着菩萨生的 这是很合理的 原因是什么呢 所有的佛都是经过菩萨修行 菩萨道修行才能成佛 对不对 对不透过不透过修菩萨 而有成佛者没有的 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要达到佛国 先经过了菩萨道才可以佛国 所以终于得到佛国的 这个佛都是从何道来的 直接依靠菩萨而来的 所以菩萨修行 菩萨他们修行好 所以菩萨他们变成为 达到究竟涅槃的时候 佛就出现了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 通手易懂的方式 我给大家讲 一个大学里面毕业出来的 所以博士生很多 对 那这个是都是一定要 多的话一定要 必须要依赖着 前面的高中跟国中的学生 前面高中的国中的学生 就是少了话 大学毕业就少了 原因是什么 这个都是一个前后一路 英国的关系 对不对 一模一样的 硕士 硕士毕业也好 大学毕业也好 都是一定要依靠着高中 国中的学生而产生者 当然合理的逻辑 所以佛都是依靠 所以佛都是依靠菩萨和身 这个也是没有错的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大悲心有恶会 那大悲心是就是 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 大悲心就是非常非常 就是了不起的一个心 当然是我们有了大悲心的话 肯定会对自己来讲的话 有极大的好处 原因是什么 我们现在缺乏了大悲心 还是有出入途有问题 肯定会有问题 我们不以为人 我缺乏了大悲心 所以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不以为人 对不对 但是就是实际上 合理的逻辑上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 我取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大悲心是什么 大悲心的前提是什么 大悲心的前提就是 对一切众生平德 就是一个大悲心的前提 你先一定要远离 轻松爱真的分别 再来就达到了一个 对众生平德的 平德的一个状态 你的看法 再来去修大悲心 才有味道 对不对 大悲心是不容易得到的 大悲心的前提就是 远离轻松爱真的分别 再来就是达到了一个 对众生平德舍的境界 再可以建立了大悲心 对 那得到了修了大悲心 对我们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对 你看 我们一般人的话 我取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我们恨某些人 超级爱某些人 对不对 你简单来自从这两个角度来讲 你超爱一个人的时候 还是有带来给你一个无数的麻烦 你超恨一个人的话 还是有带来给你一个极大的一个麻烦 对不对 你恨别人 你自己领受到多少的痛苦 肯定会的 你恨他人的时候 还有他引起了其他的激动 嗔恨 对不对 还有就是想要伤害他人之心 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黄花相苦的 就会出现了 那你恨一个人也好 所以呢 想要伤害任何一个人 想要就是污蔑任何一个人的时候 你心里领受到的痛苦多大 肯定会很大的 这些都是缺乏大悲心的 结果 你想想看 你对于一切众生平德之心的话 你就不会 你对于一切众生都是一个 完全如其辱家人来看待的 你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他是一个愁陋的 我的恨 恨他 他是我的敌人 我爱他 他是我救下其辱家人 他是我爱 爱他 那为什么 你爱爱的对象 跟你仇恨的对象 这两个是 你如所显现的那样 你认为那样 他是从他方面成立了一个 你恨的 你爱的成为存在吗 没有的 这都是我们从自己内心 制造出来的 麻烦 所以简单来讲 缺乏大悲心 还是对我们生活不变的 麻烦太多了 所以大悲心 要修 对不对 OK 那第二个无恶会 无恶会的话 空这件 虽然这里写 无恶会 那这个无恶会有两 说主 就是比如说 站在为师的立场来讲的话 所取能取 一直空的空 那个见解 比如说了解 所取能取 一直空的空 之心 这个见解就是恶 无恶会 这个讲究是无恶会 不一定是有两个 这个是名词而已 名词就是不需要 就是标准的 有恶的话 一定要有恶 没有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过去的大成就者 他们也讲了一些的例子 两话的名词很多的 师 对不对 两话的名词很多 他有些地方 他就是水生 水生 水生就是两话的名词 对不对 两话 水生 那所以大成就他们说 水生是两话的名词 凡是两话的话 一定要水生吗 不一定的 有些陆地所产生的两话 它虽然是两话 水生 但不是水 依靠水而生 水里生的 一模一样的 无恶会的话 虽然我们这两个恶 是我们可以解释 比如说 站在为师的理想来讲的话 所取能取恶之 对 所取能取 这两个 所以的 一直空 所以一直空 这个空性就是 通达这个 所取能取 一直空 空性的见解 就是叫做 无恶会 这是我 站在为师的理想来讲 就完全字面上的意思 就可以解释的 但是站在 中观的理想来讲的话 没办法这样的解释 它就是 只是我们了解 无恶会是什么 空这见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了解通 能而空性智慧 智慧就可以了 好 那就是这样 菩提心事 佛子因 你看 佛子就是菩萨 身为独觉 阿罗汉 他们依靠 佛的 宣术 身身 元气 制法 而产生者 所以身为 独觉 佛能而生 那菩萨 佛都是 透由菩萨 修菩萨的道 六度万恨 才能达到 究竟涅槃者 所以 所有一切的佛 都是依靠 菩萨而生的 那么这样的话 菩萨他自己 从何来的 菩萨也是 透过修 大悲心 空这界 菩提心 才能变成为 菩萨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菩萨是 依靠着 这三种的心 而产生者 就是 非常好的 OK 那菩提心 是佛子 这个佛子是菩萨 因是 前面所讲的 大悲心也好 无恶会也好 菩提心 这三者 都是一个菩萨的 主要的因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今天我们 讲到这里 好 休息一下 再来 跟我们就是 你们有问题 我就回答 对 那我们 现在讲到这里 休息一下 OK 好 那你们就是 开始就提问 那我们就是 那个 好 那你提问 就可以问他 对 今天我们就是 两个小时 所上课的内容 那你们就提出来 我们就活动 可以 德西娅 刚刚说 读觉有两种 对 但您提一个犀牛 那另外一种 可不可以再给我们 开始一下 另外一种 就是比较像 就是身为 比较接近的 他的个性 新勇办 就是他一个人 到就是那个 坟墓啊 还有很多的 古代的时候 比较喜欢 就是这样的 到了坟墓 其他的地方去 他就是修了 透游时而缘起的 这个流转 轮回的过程 一直不断地修 那就 这样的就是 培养自己的 实修 实践 这个就是 读那个 新勇办的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 跟身为 差不多了 虽然是他 主性是比较一个 靠近 中性是一个 那个 读觉主性 但是他的行为 曲子都是 比较像身为 就是这个 对对对 这两个可以分的 好 西牛 他的特色 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他比较像 西牛 西牛他个性 就是比较 独军 对 他一去一去 生活就比较没有 西牛的话 他就是独军 比较喜欢独军 西牛不是好斗吗 不一定 这是我而已 这是不需要追查了 只是西牛吧 没有什么好 这是举例而已 他就像西牛的话 西牛的 跟西牛相的一面 就是存在 所以取了一个西牛 那我们追求 西牛脚啊 他就是很 吃的话很痛啊 这是不 不被查了 这是没什么 好 对 对 对 请问一下 中国人讲的 在门风 将了 门风走空了 在一体空里 门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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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真正的安住修观察修有这两个 修是一定要两个 但是你就是一定要看着 就是得到什么结果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你达到佛果的话 你追求的 你想要得到佛果的话 一定要付出多一点 一定要安住修 你不能安住修的话 没办法达到佛果 不要说佛果 你不能安住修的话 入道都不行了 对入道都是一个 透过安住修才可以得到的 对身为都觉得阿罗汉 都是一定要安住修 禅修才可以得到的 那禅有世界的禅 可以出世界的禅 但是肯定不是一个世界的禅 这都是一个倒体性的 真正的无有颠倒的禅 知道吗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你想要买 一千块价值的东西的话 你一定要付出一千块 不可以少了一毛钱 你得不到的 如果你相对少了 五百块有五百块价值的 价值的东西 你想想的话 你只是除了五百块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落到你的手上 这没有错了 合理上来讲 那你跟一模一样的 你想要成佛的话 你一定要付出很多 你一定要透过修了六多万和 才可以达到佛国 你只能只是想 希望我得到解脱轮回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修六多万和 你只能只是修 通道五百的志 跟希求解脱的心 就可以达到身为多具阿罗 对不对 那你想说 我不需要 我就是不需要解脱轮回 对不对 呈现再来 下一位再还是希望能够变成我人 这样的话 你追求人贴古堡的话 你只是修 断除使不善业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下一位再知道人贴古堡 这种的逻辑一定要有 不然的话 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的生活社会里面 学佛者有观念 出了很多问题的原因 那你看 我不是说针对你们了 有没有你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从头到尾都是 应该说禅修 禅修是怎么去修 禅是什么 达到了什么禅的境界 也不知道 那也就是滔滔不绝 就是一直讲禅修禅修 禅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很多了 我刚才前面讲的 安住修就是 本身是一个达到了一个 禅的真正的境界 才可以你就是 只是我们观世修禅是 没有什么好意义的 没有什么意义的 原空性的上某地 原通道无我的上某地安置 这样的禅修的话 才可以断除我 烦恼 你只是一个外道都修的 只是你 虽然是你修禅了 但是你就没办法 得修道佛法 这个也有了 所以不要搞错了 对 好 那我的意思当然代表 能取所取 是不是就是我自己的意思 哦 所取能取一直 不是 这是我跟你们讲 所取是什么 所取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所有的东西叫做所取 能取是什么 所有的心事都是能取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来讲的话 言而彼时生意六事兴亡 还有就是站在为师的历史来讲的话 八事兴亡 再来所有的心手都是叫做一个能取 能取 所取是他所看到的一切的法 都是一个叫做所取 那所取能取 一切空的空性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为师中成许了 所取能取都是 同止不是一切 这是为师他自己的讲法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们干预 就是有点困难 我先举个例子来讲 为师怎么说的 为师他们怎么说的 他们说 你眼睛张开了以后 突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色畜 对不对 清华色白等等的颜色跟形状 眼是看到的只有这个 颜色跟形状 除了这个之外 眼就看不到的 眼是看到色畜 所以形状跟颜色的时候 颜色的时候 我们以为颜色形状 你所看到的这个色畜跟颜色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本质 完全有距离 我们有这种感受吗 肯定有啊 这个很深的 对不对 你看 你看这个桌子怎么样 你一看到眼是看到桌子的时候 你感觉就是桌子在那里 我的眼是在这里吗 有距离感啊 这个是我们为师的看法 就是最维系的一个 法 法有我 法我之 捏造出来的一个 不正常的一个虚系 就是一个习惯 实际上来讲 你所看到的 当下的眼是一张开 你不管是看到 任何的颜色跟形状 都是当时你所看到的眼是 颜色叫做能取 它所看到呈现出来的 颜色跟形状都是同一个体型 同质 不是义质 这个义就是四不义 空的四义 这个义啊 对 所以呢 当时眼是跟眼是所看到的对击 是同质不是义质 你以为义质的话 这个是你法我指的影响 法我指 比如说支持为所取能取义质的 心意就是叫做法我指 这个是为师的看法 对不对 那法我指是颠倒的心啊 对不对 法我指是谁的 我的 我的法我指是我的 你的法我指是你的 所以你跟随自己的法我指 一直创习 一直习惯 一直习惯 那我们就习以为常的东西太多了 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那所取能取一直空的意思是什么 他讲道理是什么 他已用了第三转解释秘迹来告诉我们的 这是为师他们的 根据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三转法轮 解释秘迹来就告诉我们的 解释秘迹当中也有 对确实有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为师的看法 他说 你所看到的 也是所看到的 都是言识跟言识同质的 不是意识的 你所耳识所闻到的声音 都是一个跟当下的你能取 耳识是同质的 不是意识的 你闻到香味的时候 当下的彼氏所闻到的香味跟彼氏是同质 不是意识的 你只是缠到自卫的时候 当时时事跟自卫是同质 不是意识的 我们身世碰触到处处的时候 这个处感跟你的身世是同质 不是意识的 我们一是想到任何东西的时候 当下的你所显现出来的对境 跟意识是同质 不是意识的 那你看我们的反复的显习惯 都是想法的 我们都是意识的显现出来 对不对 你也是看到的色畜 跟我的眼神是完全剧烈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不同的本质出现了 这个是问题从哪来的 无时以来到现在为止 是一直不断的受法无我齿的习惯 串洗 所以你留下来的一个痕迹 所以沾染到你的根势 一显现出来 所以一直都显现出来 所以一切的法都是 唯心的本质 你看通知的 它的主要的 你看我们它的名字上就知道了 唯事中 对不对 为什么唯事的中派 它前面讲的唯一 唯就是指示的意思 指示是什么 拍出了什么 它说 天下所有的一切的法 都是唯心的本质 对不对 除了唯心的本质之外 没有其他的 所以他承认了 有了这样的主张者 叫做一个唯事中 你看唯一 他承认习切法 唯心的本质的主张者 称他为唯事中 这个也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 所取跟能取不是意志的话 那一定是同质 对不对 他不是意志的话 他一定是同质 那你一直的想象 就是法我这习惯的 实际上来讲同质的 他讲了一些的道理 唯事他们讲的道理是什么呢 你看你看到了一个色畜的时候 也是看到当下的一个色畜形状的时候 他主要的因素是 唯心所累积的一些的种子习气 安放在阿赖耶稣上面 后来这个习气成熟的时候 一半就变成为你的眼神 一半变成为你所看到的对劲 所以只是因素上来讲 同样一个 唯心所累积的阿赖耶稣上的种子 这个星期梳洗了以后 显现出一个对劲来 总的来讲的话都是一个 除了你的心的本质之外 没有其他的 那如果不需要依赖心 所以不需要依靠依赖就是内在的心事 外在的东西的话 这个叫做外寄使用 所以唯事中不承许外寄使用 对 那不依赖心事 支持为外在 由万法或者失误的 支持为这样的 这些叫做一个法 我只可以的 没什么问题 这都是有 就是一个 但是这不认确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张正一个为是 那个中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还是有就漏斗白出了 反正就是有问题很多了 但是我现在我们就不需要展开 原因是什么 对你们来讲 所以呢我们就是展开 马上就各种各样的主张 这样的话 就是你就是还是有点或我一探 所以有点没办法 就是理解的 那一开始我们学中观的时候 站在中观的立场来 慢慢的视为他的修行道次第 他的见解 他的看法 所以一定要追求他的逻辑概念 这种的概念 就是我们尽量去使用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这样的话 他改善了你 改变了你的生活 这个好的影响 不仅仅是你而已 还是你影响到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所有的亲不好友 这是一个就是 学习佛法最好的功劳 知道吗 所以呢 那流域行事的话 你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 那没有这个结果 你只是当下的你 站在自行而已 你真的实际上来讲 没有得到什么 对流域行事是不好的 比如说我们就是到处的去 应该是站在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持受念经 你不重视改变自己的内心 不重视听真正的一个受教育的话 这个是你就不会进步了 永远就是眼睛踏破 你的问题依然存在 你的问题都是不在于外在的物质上 你的问题都是在于你的思想上面 就是这个 你的思想不正确的时候 它不让你好过生活 你颠倒的思想 不让你得到解脱轮困 你的颠倒的思想 就不让你好好过幸福生活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讲讲就是不是这里 我其他地方跟学生讲 一定要完好促想 为什么讲完好促想 这个到了以后就没知道 学了中观的毅力 才能够知道 你为什么完好促想 这个都有条有理的 有具体可行的 不是说我苦学来风的 对 这个都是我们慢慢谈 给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自己学到的东西 一定要日常生活当中 尽量去使用 知道吗 虽然是你就是没有带念珠 没有拿着转经轮 没有就是带来任何的法器 但是实际上 弥附其实的一个实修者 你能做到这样的话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身上带来各种各样的法器 不管是什么样 穿了什么衣服 法音 内心真的没有学业之用的话 不算是一个实修者 不算是一个佛教徒 对不对 佛教的标签不在于外在的衣服上面 是不是一个是佛 佛教是一个看内在的条件 思想上的条件 不是说你衣服上的条件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现在是不是这个社会的走向 一律的导向 都是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是过去的 大臣他们说的 我算是谁为妙法 百千万金拿遭遇 这个道理我们确实可以 领受得到它的真正的意义 确实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众生的话 爱好 喜欢 是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学习佛法 实修佛法方面的话 那大部分人 习不喜欢学佛 没有的 那学佛也是怎么去学佛的 这个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对关键 我们就可以探讨分析研究 对不对 我们不能说是 针对一个人说 他教的不好 所以他们教的不好 这是我们 所以针对虚空来讲 比较好 对不对 有这样的人的话 对话入住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对他有帮助 所以这个是我就劝 劝人家 所以提醒人家 这是我 应该是我做的事情 对 OK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请教一下 这个中观的话 除了这个文师上 我们可以来修之外 另外有没有专门 这个专门的法门来修这个中观 是 谢谢 这个专门的法门都是我们的心 不是外在的物质 所以我刚才前面讲的 我们在台湾也好 很多的地方 西藏的社会也好 很多地方流于形式 该重视不重视 应该重视不重视 所以应该重视不重视 就是这个形意过来 就是有这个问题 那很多人就是 应该是我特有什么法门来修 法门是上主要道 这是你的最好的法门 你修菩提心 控制一切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其他的法门 那法门是什么 你法门 我们一般人认为的法门 就是嘴巴捏的那个 对不对 捏一捏 你以为就是这个法门修了 这个根本不是 我举例来讲 我们密序也好 大部分的仪轨都是 实际上来讲 它不是一个文字上的 这个都是一个冲突 到会都是观念上修的 完全是观下去修的部分 那现在就是流于形式 不需要 不知道观想嘛 只是念念 你以为是修了本尊法 根本不是 你看我们本尊法的 修秘法的基础是什么 玄奏一定要打好 学好 才可以你修秘法完成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每一个仪轨都是 一开始讲什么 Om Sabha Vashit Suha Dama Sabha Vashit Hum 懂吧你的句 为什么每一个仪轨都前面有这个 这个叫做化为空 一开始你修本尊法的时候 先一定要观察一切法都是 所以自细空 化为空 一定要观察空 这种的空当中 了知这个空的认知的志 上面 所以形成了自身本尊也好 他身本尊也好 才有就是合格 完全是标准的一个修一规 那你就是完全 这个Om Sabha Vashit Suha Dama Sabha Vashit Hum 范位的意思是什么 一切法化为虚空的意思 空的意思 对不对 那你看虚不需要法 肯定是 肯定是绝对是讲 你不依靠任何的法本 你随着也好 左者也好 你修菩提西 空在这 一直不断地串习的话 这是弥附其实的一个修行者 你从头日一居 都一直念着 一直念着 只奏念经 不管是念着 对于内入一窍不同的时候 这是很难说 是一个真正的实修 对不对 实修是实践 是不是你 透游做这些的表现 行为 能不能对峙自己心中拥有的 烦恼战跟所知战 任何一种 有的话 这个叫做实修 你不管做任何事情 别面上看起来很专业 没办法对峙自己的 内心的所知战跟烦恼 任何一种的话 这不是修法 你就是表演 平常我们讲秀秀 秀秀而已 流于行事就是这个 那我刚才前面讲了 大必性的功德 菩提性的功德 以后再可以跟大家谈 对自己的市场生活当中 你真的修菩提心的话 它的真正的真理在哪里 你是一个追求幸福快乐者 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你如果真正的内心 尽量去修的话 它如何去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 这是我们道理可以讲 对不对 所以这个好可惜 很多人就是嘴巴念一念 你就可以得到佛菩萨的价值 就是把佛法 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神秘的 那一直追求这个 这个太多的人 所以呢 不需要透过任何其他的法门 什么什么的 你只是内心了解 学习这个空这些是什么 处理心是什么 对不对 菩提心是什么 了解了以后 内心不断地串习的话 你不需要任何的法 这个就是可以你实施修的 对不对 它把你一个带到了一个 真正的走上了一个 究竟涅槃的一个看着大道上 也许你就是走到 解脱轮回上面 可以说是这些菩提心 空这一戒 还有大悲心 这些的心就是 完全是一个众 每一个众生通往佛地的指南 没有问题的 对 每一个众生从现在开始 承伴自己幸福快来的一个 上上车的一个方法 可以说是一个渠道 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这样 菩提心空正见无我 最重要就是无我 如果舍不了我无我的话 就不能得到解脱 这个我我舍不了 舍不得的话就 舍不了 舍不了谁 我这个我 你舍自己干嘛 今天不是讲无我吗 讲无我不是说舍自己 今天有生必有死 我有生我必然有死 不是不是不是你错了 还有 慢慢地听 还没有讲完 你就是还没有讲完 就马上就露出来 就尾巴 这个我没有讲 你自己露出来 刚刚我看到一些经典都讲 不是 讲无我不是说舍自己的意思 讲无我空性的时候 更重视自己 更保护自己 舍自己干嘛 因为你讲说保护自己 事实上我讲说 对啊保护自己 我没得无从保护 讲无常 你就是还没有得到 那以后没有得到的时候 希望能够得到 所以认真去学习 你就可以得到方法了 那我要得到什么 得到智慧 渐进 智慧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的智慧跟你有关的 如果不是你的智慧的话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智慧跟我的身 跟我的心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的智慧 跟你的身有关的 他人的智慧跟你 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你问的话 就是看得出来的 那我们讲说 一切法如恶梦幻泡营 对啊 一切法如恶梦幻泡营 那那个智慧不是也是 也是梦幻泡营嘛 智慧也是可以啊 也是梦幻泡营 可以啊 梦化泡营也是起作用的 知道吗 所以你梦 做噩梦的时候 所以你恐惧嘛 这个是它的作用 你做好梦的时候 还是做好高兴嘛 你不想醒过来 这个也是它的作用 所以你现在就做梦一样 还是有作用的 那如果梦醒了呢 梦醒了就已经醒了 什么 已经醒过来啊 醒过来就没了 没有了 醒过来没有了 去哪里啊 梦没有了 梦没有了 梦今天梦没有了 你明天还有啊 那就没醒过来嘛 所以今天醒过来 明天还是再醒过来 是啊 是啊 对啊 好 谢谢 OK 哦 另外一个 我认真回答 类似了 不容易抵抗 筹备了二十多年的智慧 还是抵不掉 抵不了它 他的智慧太厉害了 习过来之后就不见了 OK 贵师爷你好 想请教一下 是当初夜圣菩萨 为什么要就是在解释这个路中 就是 然后可以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夜圣菩萨是 夜圣菩萨是什么样一个人 他在什么时候 月圣菩萨跟龙树都是一个南部南印度的人 这个龙树的话他受寄者 他是一个释迦牟尼佛预言的 对将来我就是念叛之后 将来就会南部北大 比如说洛秀北大 就是南部 北大就是那个 在什么树 等一下 叶子树 叶子对叶子 印度南部就是叶子最多的地方 就会有出现了一个人物 他另外一个名词叫做一个巴丁比丘巴丁 他来到这个人间 他把我的所有的教言都是清楚的 所以分心 所以他做出了无数的论 就是他再来去可以进度 就是大概有这个手机预言 那所以呢 月圣是龙树的后面 对龙树是前面 月圣是后面 但是这个时机 我今天还是有点模糊 但是肯定是这样子 但是他们两个是不是一个同意神 有些地方说 月圣就是一只龙树而学习 但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 但是最终关键就是说 做作了入中论主要的就是 他把中观根本忽略的内容 让众生清楚了解 就是这样的目的而去做作入中论 原因是什么呢 入中论的用词前词 跟中观根本汇略的用词前词 完全不一样的 中观根本汇略的用词前词 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得到的 他的用词前词 如果你严格受过交易的人 才可以解释 大部分人你直接可看不懂 说什么就完全看不懂 所以他的内容就是 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做作了入中论 大概就是这个 好 现在我请教一下 刚才上课有讲到说 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 好 在这边解释一下 那由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 就是余就是剩下 剩下来的 就是余就是这个 那由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 直接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我们先 中观秩序派一下的 比如说为世 中观秩序派 几步有步 他们的说法 跟中观音财牌的看法 有点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不一样呢 那中观秩序派一下的 为世也好 几步有步 他们的由余念牌 剩下来的这个余 多余的这个是什么 对他们就是游漏的运 游漏的运 比如说你 比如说今生身为独爵的 圣者 比如说圣者的话 他今生达到了身为独爵 阿罗汉国的时候 一开始达到阿罗汉国的时候 这个身体还是游漏的 对不对 所以前世就是业余烦恼 导致所产生的游漏的运 这个还没有换了这个游漏的运 这个游漏的运上面 你证得身为独爵阿罗汉国的时候 这个解脱果味涅槃 断除烦恼的灭地跟游漏是还是通居的 一个人的相续存在的 所以当下的这个断除烦恼的灭地跟游漏的运 是一个在于就是一个人的阿罗汉的相续的时候 这个涅槃就是由于涅槃 再来他就是投身一次的话 完全消解了 结束了从此之后就结束了游漏的运 原因是什么 你已经断除游漏的因素烦恼 断除烦恼才解脱轮回 在于你投身的话 肯定会走上尽头 除了尽头之外 没有其他的盼盼做到 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必然的 你投身三界轮回的因素就没有了 已经断了 原理轮回嘛 对不对 那你得到一开始得到 双尾独觉阿罗汉的时候 这个涅槃就是叫做由于涅槃 这个是中观秩序派一下的 他们所主张的由于涅槃 那无于涅槃是什么 他们在投身的时候 就是投身尽头的时候 这个尽头的 身为独觉阿罗汉的灭地 叫做无云涅槃 原因是什么 他说这一滴清净的欲 不是游漏的欲 他跟通居的那个 相续具有的这个人的 阿罗汉的欲 就是不是一个业余烦恼 导致所产生的欲 他是一个清净的 无漏的善 所得到的一个欲嘛 所以呢 不算是有落的欲 所以呢 这个就是身为独觉阿罗汉 今生得到了身为独觉阿罗汉的 今生他所有的他的面地 就是叫做鱿鱼涅槃 鱿鱼就是生下来的 过去龙慧当中生下来的 有落的欲还存在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过龙慧当中的众生的话 他的无蕴是一个龙慧嘛 那你今生得到了阿罗汉的时候 就说不上去说他是龙慧 他龙慧的身份已经换了 但是有落的身份没办法换了 再去投身一次的时候 那就清净一切的游漏 就是这样的 阿罗汉相续具有的面对叫做无鱼涅槃 没有剩下热和游漏的 对不对 这个是中观秩序派一下的 他们佛教所承认的 所中意者他们所承认的游漁涅槃 无鱼涅槃是什么呢 无鱼涅槃我刚才前面讲的 这种身为独却阿罗汉 投身净土者 他们的面涅槃都是叫做无鱼涅槃 那中观阴沉派龙殊居 龙殊菩萨月成圣天 那反正就是中观阴沉派的立场来讲的话 有鱼物鱼就是这个剩下的鱼就是不是一个有漏的 他们讲的就是地史的显现 自细有的显现 有自细有的显现 比如说面地是解脱事物的面地 这是一定要分开 我应该是清洗一下 比如说解脱者 解脱 龙悔 龙悔者 这是一定要了解 很多人就是我们 我认识很多人 他们说学了二十几年 问问题就是 问龙悔跟龙悔者是谁 真的是搞不清楚 那学了二十多年学干嘛 对不对 那轮回跟轮回者 解脱跟解脱者 那比如说身为独具的阿罗汉 他们是轮回者 不是解脱者 解脱就是他心里拥有的 过去断除烦恼所得到的灭地 灭地 这个灭地叫做涅槃 暂时涅槃 这个叫做一个解脱 真正的解脱就是这个 比如说断除烦恼的灭地 就是真正的解脱 那我们追求解脱的话 我们追求断除烦恼的灭地 所以我们想要断除烦恼 所得到这个断除烦恼的灭地 得到了这个 你断除烦恼 得到了这个灭地的时候 你就具备了这个灭地 对不对 好 那你入定的当下的话 所有的圣者入定的当下 根本没有世俗的显现 根本没有日和自稀有的显现 所以唯一的显现就是空性 所以当下的灭地叫做无云也怕 原因是什么 没有具备地时的显现 他后得行过来之后 后得之的时候又分别各种各样的分别出来 所以显现 这些有的显现 后得位的时候 所以叫做一个 由于灭法 具有地时显现的灭法 所以由于灭法 这个中观日记 晕晨法的看法 那今天时间到了 那我们就是下次 OK 谢谢大家 回向 以此福德而怨证 佛子信 相抚烦恼月底之够患 生老病死胸有之破道 愿度住身 血脱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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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